也许就真的是香薄薄了 对不对 我们从11假期一下跳到101 好像太快了 我们再把话拉回来 101路客必到的地方 对 而且我 我昨天那个星期三在TVBS 那个Mindle我最大聊天的时候 对 我们有讲 人家路客到101是有消费的 LV背在身上的LV包包 不是采于深圳 是买于A101 在101是不可能买到假包 对 他们在大部分买真品又贵 又贵又可能买到假的 对不对 所以他们宁可在101买 所以这一点 我相信 现在各位朋友可能逐渐发现 他们很多 像是那种保机表 一直几十万 这有点像我们早期 跑到香港去买精品 是一样的 一样的道理 一样的道理 对 他免税吧 对 对不对 贵 我买两只 一直自己带 我一直拿回去卖 我还有得算 对不对 情况很摆明了 但是我今天在这里讲 不是想把在TVBS节目上 讲的重复 我不会干这种事情的 对不对 我要对我们的观众朋友 要负责任 我是要告诉你 他们是会买的 他们是有消费力的 对 在银链卡开放之前 他们只能拿美金卖 这些是吧 现在人民币也可以卖了 对 但是在上一波开放 也就是在H1N1之前 来的那一波大 那个大陆观光客 花人民币 台湾不收万 只有少数的几家 被授权的那个 那种特约商店 特约商店才收 你到那观光景点 有时候观光景点都不收 你记不记得 我们谈过在花莲 把现在还被用光了 美金用光了 最后拿人民币出来 不收 你记不记得 我们还把那个谢神山 给骂一顿 我说你在搞什么东西 喊着要开放观光 开放观光 结果好了 人家来了 你没准备好 对 所以这次反正银链卡 已经可以 对不对 而这次出了银链卡之外 人民币也可以直接使用了 可以直接使用 可以直接使用 还不行吗 某些银行可以了 某些银行可以了 我记得上个礼拜 我们曾经讨论过 讨论过 应该讨论过 就是说 结算 结算 在香港结算 台湾的结算银行 已经确定了 最后银行已经发布消息 他说两间 不止两间 在台湾的是两间 在台湾两间 在台湾是两间 在香港是十一间 而这十一家 台湾的银行 全部都是 我们银行股的上市股票 他不想读后一两家 所以全都 就是说你记不记得 那个时候 我跟你讲说 MOU卡在哪里 卡在换汇制度 对 对不对 我们这里坚持要在台北 台湾换 中国大陆说在香港 对 对不对 结果八八水灾 八八水灾之前 我们是很坚持僵住了 八八水灾之后 我不是跟你讲说快突破了 对 就是这样子 就突破了 结果 结果我们让了 对 结果 人家其实也让了 台湾也有 对 人家其实也让了 原来只有两家 一家造风 一家台湾银行 对 现在一家给你增加到十一家 而且直接跟中国银行拿钱 就是 那个拿人民币 对 所以准备的都动作都如火如荼的 OK了 对不对 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各位朋友 你们认为十一的九天长假 会是怎么样子 那就绝对不是一个人三千美金的概念了 绝对不是了 那银联卡一刷下去 银联卡在中国大陆的市占率是百分之九十七 Visa加Master两张卡加起来百分之三 中国大陆所有出来的人 有Master卡的 有Visa卡的 绝对都有银联卡 对 而有银联卡的未必有这两种卡 而且在周年庆刷卡有的还可以拿现金 对 刷卡换现金 而且这些 我的了解是 这些所有提前召开 提前召开 那个周年庆的这些百货公司 全部接受银联卡 就是没有错 一定是这样没有错 你说贼不贼 对 所以其实他们不只看台湾本来 周年庆每年打的市场 本来就是这样 连十月一号都一起玩下去 对 本来是周年庆是十月二十几号才开始 每年都是这样子 就这一次提前到九月 九月底 十月 大家有志一同吗 有志一同就主动提前 而且延长 周年庆时间延长 打折时间延长 所以他们估计 这一次至少比上一年的业绩 至少增加两 两到三成 至少 因为本来就有我们本身的消费 又有 对 这十一长假 对 这十一长假 能够出来的 我跟你讲 绝对都是具有消费力的 我 这一点我必须要老话重提了 我星期三在 曼尼火最大 秋青一问我 大陆人为什么会 消费力会那么强 对 那时候不是讲着三种人吗 对 对不对 我可以告诉你 这十一长假 这三种人都有在来台湾 嗯 都有 啊 如果说 来的是白手套 那我告诉你 那真的是 阿弥陀佛了 嗯 那一个人不是三千美金 一个人可能是三十万美金 反正钱太好了 哈哈 我讲句坦白话 共产党的钱花起来 来说 嗯 对 立下巴 怎么这么多的钱放在那里 我不花谁花 我不花又别人花嘛 所以我就拿来花一花嘛 嗯 对不对 反正花了也不犯法 对 重点在这里啊 嗯 对不对 我们胡主席 哇可今天多露脸啊 那妈又是飞机 又是坦克大炮的 哎 全世界的 对呀 新闻都爆炸 就 导弹就是一百零八颗呀 看什么玩笑 太露脸了 从 已经是 已经是 世界超 已经名列世界超级军事强国之灵了 没有人敢再小看他了 所以他现在很爽 基本上不会严打了 嘿嘿 不会严打 那怎么 老百姓就尽量花钱 对不对 而且 我还透露一个消息给你们 大陆观光客 在台湾花钱 这是他们的政策 不信吧 不信吧 政策 这是他们的政策 他们来尽量花 就是要你花 要不然你去台湾干什么 我就是要你花钱啊 对不对 把台湾养起来 这当然也是他们的统战 但是 可是听起来也是蛮恐怖的 对 对我们来讲 你花钱我好啊 对有钱收当然还是要收 对 你说对 有钱收当然要收啊 我不收钱 我的员工薪水哪里来 对啊 对不对 我的书怎么卖 你们花钱 我的书也要买 我跟你讲 这是实话 这是真的 对 其实不光是 他们在旅游上面花钱 大陆可花钱不手软的 真的 很多 很多人都知道 大陆可花钱 就是这个样子 对 他想买就买了 只是 杀杀价 讨价还价 这是中国人的习惯 我们也喜欢讨价还价 对对对 他不会你开个价 我就好就买了 对啊 不可能啊 稍微杀一下 稍微杀一下 这也爽啊 这是个过程啊 对 对不对 小钱他们是这样 大钱呢 刚刚我们提到英语 对 刚刚我们说了 顶星 37% 顶星什么来历 我想各位很多朋友已经知道 特别是投资人 对不对 原来只是康师傅 后来 在大陆成功了以后 回来收购了卫权 对 成了成立顶星集团 对 对 请各位注意 他即便是这个样子 他在整个大中华区的所谓的食品产业当中 他也只是第二 他不是第一 第一是统一 那你去问派统一高清月 他为什么不买101 对 为什么 神经病啊 神经病才去买101 大家都想要能够卖赶快卖一卖 对啊 为什么 你一个食品产业 我讲坦白话 你一包方便面 你即便是你一个月也好 你一年也好 你卖个几亿包 你一包方便面 你能赚多少钱 这是算出来的 嗯 对 因为它不是高科技产业 对 对 毛利大概多少 就都知道 这里 对 不行 对 没 興 他